北約峰會落寞 川普透露北約各國考慮將華為設備 排除在5G網路建設之外 美國學者爆出台灣傳統電台出現新中共現象 立委撇紅色滲透基層 發選逼近首場總統證件發表會 將在本月18日登場 中共在河北強推清潔煤取暖 導致多人中毒死亡 但官方宣稱是人為操作不當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節八點新聞 新唐人亞太晚節八點